陪一天换回一张裸照 二郎判十年 北市一名38岁二郎李明峰 下药弥坚女生 还拿裸照恐吓陪一天换回一张 千年二郎透过微信 认识一名台南女大生 他表明自己是传播公司 执行制作 趁出差时相约逛台南夜市 他却趁机在饮料里 偷家一粒棉迷婚女大生 带网摩铁性侵 还拍下女大生12张裸照 女大生醒来后 发现自己一丝不挂 衣服是你自己脱的 我没有对你做什么 女大生隔天验伤病报案 三天后他收到裸照 还被威胁 陪一天换回一张裸照 否则将散步 女大生报警逮人 警方查扣男子电脑及手机 果真发现女大生裸照 及性爱影片 台南高分院二审 依防害性自主等罪 将二郎判刑十年 动新闻无耻之徒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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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这边 打赏 抜费